看了成龙与红金宝的童年照,才明白成龙为何叫他大哥。 现在提及红金宝与成龙,相信大家都很熟悉,两人都是娱乐圈的大咖,更是一代功夫巨星,而且两人的感情还特别好,成龙现在虽然已经被称为大哥了,但在红金宝面前依旧是小弟,红金宝在香港可谓是大哥大吉人物。 论成就红金宝不及成龙,但成龙只要见到他,都会变得十分谦和,更是温顺像个小猫,而这一切都源于他对红金宝的尊重,而他为什么会这样尊重红金宝呢?其实一切还要从两人的童年说起。 大家都知道成龙是七小福成员,而当初他之所以会去学系,就是因为父亲与他在路过戏院时的一句话,问他一想不想学系,而那时年幼的他,以为戏班里可以随便打架,于是就一口答应下来了,就这样他成了红金宝的师弟。 不过戏班的生活,却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,他因为可以随便打架去的,结果取了只有被欺负的份。 红金宝在回忆同年的时候,曾表示,成龙小时候很烦人的,而他作为大师兄更是,经常打成龙,而且一直欺负到现在。 而且据成龙回忆,红金宝很喜欢借钱,而且像个痞子一样,把师兄弟的钱都借遍了,然后还不还钱,有一次袁彪叫他还钱,被红金宝骂了,成龙则帮袁彪说了几句话,结果被红金宝追着打,当时虽然跑掉了,但回到学校。 还是被红金宝,还是被红金宝捶了一顿。 同年的成龙不止经常被师兄打,而且因为戏班管理严格,一切都讲究论资牌备,成龙就连吃饭都会挨欺负,成龙曾回忆说,红金宝是大师兄嘛,等他吃完菜,圆秋喝完汤,剩下我就只能吃。 可见成龙当时有多惨。 内容未完结,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